在这里我们要为各位介绍所谓的材料坐标的定义 譬如说我们的复合材料 我们在整个大面板的这个区块上 每个区块它都有所谓的自己的材料方向 所以我们这时候除了要确定元素的正向方向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确认的是所谓的材料坐标是否正确 那材料坐标是否正确 你基本上要依照你的叠层图的方向去做判断 因为你的叠层你可能一个整块的复合材料板上 你的每个区域它的所谓的材料方向 低层的材料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确保材料方向是正确的 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去定义新增几个不一样的材料坐标 再将你的局部区域去采用你的这个所谓的材料方向 材料坐标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内容里面 首先会跟各位介绍 怎么去新增所谓的材料坐标 有了材料坐标之后 我们去检视我们的材料坐标 才去做一个材料坐标的变更 我们在这边请各位开启 我们的翻例3的原始档 在开启这个原始档之后 一样去做一个网格划分 在做一个网格划分之后 一般来说 它会用所谓的global坐标 来当作所谓的材料方向作为判断 这边有一个显示隐藏材料坐标 所以你会发现 它采用的坐标方式 就是跟global坐标是相同的 是采用所谓的global坐标 就是S方向 那假设我们的S方向 是所谓的Y方向 这时候我们 可以去新增一个材料坐标 再将你所要调整的材料 元素的这些区域去做变更 新增一个材料坐标 我们把它称作MAT1 这时候 你就从 坐标上去选择 这时候 你会发现 你有一个局部坐标在这 红色的代表X 绿色的代表Y 蓝色代表Z OK 那我们接下来去做局部区域 调整 我们进到 参数选项里面 选择你要做 调整的元素区域 这时候你把它切换到 材料坐标 你的类型里面 你不要去做变更 坐标系选择到MAT1 这时候它会问你 你要以 这个材料坐标1的 哪一个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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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走序